我剛剛把那個最後的再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其實剛剛主要是在增加這個OS.work 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檔案、檔名跟副檔名有沒有 然後把它的檔名、副檔名取出來之後 再把它放到那個什麼 open的後面這邊 給它那個需要的檔名 比如說三重.txt 然後就把它open起來 open之後的話 再把它裡面的所有的資料用realize 逐一逐一的把它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那當然剛剛有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我們的那個串列名稱 因為我個人習慣 反正第一個就1 第二個就2 第三個就是意思類推 那好處就是 不用再花腦筋去想說 到底要取什麼名字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因為取名字真的也是很花時間 尤其像 以前的小孩生的比較多有沒有 怎麼辦 所以我發現日本蠻聰明的 男的叫一郎嘛 有沒有 第二個叫赤郎嘛 三郎 四、五、六、七一直往下 OK 很簡單嘛 所以取名字就變得一個很簡單 類似像這樣也是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講這個變數 實在是太多個了 我個人習慣 其實理論上應該你後面要加一個underline底線 然後再給它這個串列是什麼作用的一個英文名稱 這樣是比較標準的做法 可是問題 哪有那麼多時間在想 而且說真的 我們程式有時候也不是寫得非常的複雜 你光要想那個名稱你就花太多時間 所以我個人習慣就是說 反正就是剛剛這樣的邏輯 但是這樣的邏輯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像這邊剛剛 就是你原來是一對不對 那這邊又有一個一的話 那會重複 那重複的話 變成底下的我就把它加一 底下變二 然後本來是一就變二 二就變三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知道改哪些 我覺得有時候程式最難的就是 漏改了 像剛剛我漏改這個 有沒有漏改結果就不OK了 本來這邊應該要改二 結果還是一 那它會出現說什麼 一些錯誤啦 不過我一看就out of range 意思就是說它找不到那個鎖引詞 那顯然就是應該這個地方出錯 我馬上改應該OK 那其他還有哪裡 剛剛還有檔名這個地方 三重.tsd 好像我原來就是三重.tsd 那我忘了改 所以變奇怪 為什麼所有的資料都是好像都放三重的 原來我這個地方忘了改 所以它變成放了25次三重.tsd 裡面的資料啦 所以我一看不對 為什麼意思重複 所以有的時候發生錯誤 恐怕你還是要自己稍微再看一下 其實應該都有一個邏輯性的啦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做完之後呢 理論上應該就符合一般性的需求 不過就馬上就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把25個檔 分別放在25個不同的工作表 那也就類似像這樣 這邊不是有新增工作表 那我可以新增一工作表之後呢 這個名稱把它改成三重.tsd 然後把資料放進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中立.tsd 那再把中立的資料放在這裡 以此類推 那這樣該怎麼做 看起來好像有點難耶 OK 所以我就問一下 Challgyb 請問一下我要新增工作表 那個語法該如何下 他就告訴我 其實很簡單 這個我也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就增加一個語法 那這個語法呢 主要需要用的物件 就是用wb wb就是工作部物件 因為工作表是在工作部的下一層 所以誰可以去新增工作表 當然就是工作部這個物件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新增一個wb 你還記得吧 wb就是這個 就叫workbook 有沒有 workbook就是工作部嘛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語法 我查一下 它叫.create 底線 shit 還蠻好記的 create就是產生嘛 然後底線 shit的工作表 所以這個方法的話呢 就是可以幫你產生工作表 那瓜糊裡面的話呢 就給它你要給的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ok 所以我要給什麼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這一行應該放哪裡 所以把這一行我是放在雲端41在這裡 就這一行而已 這一行呢 就足夠把剛剛的那個問題解決了 ok 你說一行就可以畫龍點睛嗎 對 其實有的時候 程式不需要多 但是需要對 而且要放在對的位置 你說真的啦 你放在多程式 怎麼講 你放錯位置或者是 所以接下來的話 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就這一行 建立工作表這裡 那這個答案其實我也是 直接網路上搜尋也搜尋不太到 乾脆我就直接問TRAGP 好像真的是最快 他就告訴我說 你用create sheet就可以 然後後面就加上那個名稱 那我大概有個底了 接下來的話呢 放哪裡呢 接下來呢 我只要把這個程式 這個先把它關一下 把它放到那個程式裡面哪個地方 其實猜應該可以猜出來 就是放在那個 我要開始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 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之後呢 然後再把資料放進去嗎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放在 我知道檔名的下方 然後在那個什麼 我要開檔的上方 所以理論應該在哪裡 在第二個fold的下面這一行 OK Enter一下 好 就這裡哦 OK 因為我已經知道檔名嘛 然後把它貼在這兩個fold的下一行 貼上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其實一行 其他都不用改啦 因為我這邊一樣是用list1 中瓜糊I 那這個裡面得到的就是什麼 三重.tst 中立.tst 所以如果我把這一行放到這裡的話 其他都不動哦 它的效果就是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比如說三重好了 三重的資料把它先丟進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時候又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稱的話變中立了 再把中立的資料丟到中立裡面去 再來南投 把南投丟進去 所以好像已經基本上符合我想要做的效果 好 我就試試看好了 我也不確定 於是我就run一下看看 反正呢 試試看嘛 執行看看 好 有沒有錯誤訊息 沒有錯誤訊息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打開看一下 o.xlsx 打開之後 奇怪老師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下方 下面有沒有三重點tst 有有沒有 有沒有中立點tst 也有耶 南投 不過你說老師為什麼多一個shit 我跟各位講 反正你就像你打開的時候 它會先給你三個 它是預設的 一定會有一個 那這個的話實際上就在程式哪裡 就是這裡有沒有發現 這個shit的點什麼呢 wb.active 反正這個預設的部分 它一定會先給你一個空的 那你說老師不對啊 如果這個地方最後 雖然已經大概蠻符合我要的啦 因為三重已經把三重東西丟進來 中立也把中立丟進來 好像有達到我要的預期效果 而且總比數看對不對 55比 應該沒錯 中立的話幾比 50比 看起來好像應該數量 裡面內容好像也都沒錯 好 可是呢 好像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個 就是 多了一個什麼呢 第一個這個空的這個工作表 那可能馬上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直接 把那個刪掉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能需要 在除了學會新增工作法之外 還要在學會的 刪除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就這樣 它的工作表名稱叫shit 好OK 第一個 那你還是不會嘛 怎麼辦 再問一下chartypd 請問一下 如何刪除那個 有沒有 它真的有告訴我答案 而且我發現滿簡單的 OK 語法相當簡單 它的語法就delete 而且是縮寫 第一頁 然後後面的話 給那個工作表名稱 它就幫你刪掉了 這麼簡單嗎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還有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 老師這個三重.tst 我是覺得點tst這個應該有點多餘 有沒有 你就叫三重 點tst 工作表它還有什麼點tst的 工作表加個點tst的感覺好像這個怪怪的 這又不是文字檔 這是個工作表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已經做到了這個 但是你會發現程式永遠寫不完的 其實有達到你的一個效果 但是就兩個事情沒辦法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第一個刪掉 第二個的話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 三重點tst 不要點tst OK 只要三重就好了 那怎麼做 其實這個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 其實你們應該可以猜得出來應該在這裡 因為你CREATE SHIT的時候 這個後面實際上就是它的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 我們原來給的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剛剛這個PRINT的時候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長這樣 0的話就是三重點tst有沒有 那我只要把它什麼 尾巴的那四個字扣掉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要怎麼樣把尾巴的四個字扣掉 其實如果在ECEL裡面不是有一些文字函數嗎 什麼LAPT、WRITE、MID有沒有 在這個Python裡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善用中瓜符 中瓜符的話指的是第幾個字 總共好像兩個字吧 所以其實理論上有沒有 就是類似像我們剛剛那個方法有沒有 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 十五冒號十七嘛 那其實就取十六跟十七這兩個字 同樣的道理 我如果要取的是什麼 前兩個字嘛 應該都前兩個字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其實可以怎麼寫 第一個字不是就零嗎 然後第二個字的話呢 一 一嘛 剛才你不能給一 給一就停住了 OK 應該是一的下一個 那就多少 二嘛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那再把它執行看看 得到的結果 如果沒有這個點TST的話 你就把這個東西放到剛剛的後面去 這一件事情就成功了 來試試看好了 有沒有成功 有沒有 看一下 三重有沒有 對耶 所以其實很簡單嘛 把這個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的這個 Create的這個後面有沒有 貼上就OK了 好 這樣的問題應該解決了吧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我們第一 就是第二個問題 點TST不要 我先把這個先關掉 因為如果Excel假設打開著 它會發生那個錯誤 所以我就讓它重新再Create一個新的 然後沒有錯誤訊息 打開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三重 中立 藍頭 這樣子問題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其實沒有很困難吧 OK 但是最後的話呢 就解決這個 把它刪掉 刪掉怎麼刪 我剛剛有提到 我就問了一個Trash UT 細節你們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其實前面有一個鋪陳 後來我找到了 其實我最後找到它的叙述方法 其實好像不只一種寫法 我發現它好像還有另外的寫法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寫法比較簡單 它這個寫法的話就是DEL Delete的縮寫 空一格 然後跟它講說你要刪 哪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 敘述記得 一樣要用WB5件 後面加中刮符 然後給它工作表的名稱 給名稱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你如果裡面不給名稱的話 你可以給鎖影子 比如說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我記得 特別說不能... 好像是E 又往那領 這個可能要試試看 好像是E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乾脆給名稱算了 譬如說那個名稱叫什麼 你在刪掉的話 那就等於是 變你還要再Save一次 所以放在Save之前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好 這樣應該OK了吧 所以剛剛兩個問題 這樣應該可以解決 執行看看 有沒有錯 沒有 最後打開看看 如果打開 第一個就三重的話 太好了 看一下 對 第一個就三重了 所以其實 我後來發現 其實真的像OpenPyXL這個模組 在SaveVily裡面 是很常被使用到的 所以如果你問相關 比如說你不會操作一些相關動作 其實SaveVily裡面 你把它敘述一下 它會告訴你怎麼做 至於那個 因為它給的有時候給太多了 所以我只是把最重要的把它摘錄下來 所以剛剛的話 主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 就是怎麼樣建立工作表 其實就這一行 第二個的話 怎麼樣去把它的名稱 把它換只有前面兩個字 前面兩個字的話 我記得是在這個地方 加上什麼 加上中瓜湖有沒有 0 然後冒號2 這個自己加一下 最後的話刪除 OK 再試一下